好,这个花莲大地震呢 许多社团热心发起了募款的捐助 其中国际福伦3521区 由总监张金元亲自把善款带到花莲来 分别前往多所的学校与红丹大楼来捐赠 那么其中呢还捐助了华人国中教学设备等等 那么张金元表示说 福伦社的募款行动持续的进行当中 未来还会再把更多资源来到花莲 花莲大地震 许多社团热心发起募款捐助 其中国际福伦3521区 由总监张金元亲自把善款带到花莲 分别前往多所学校还有红丹大楼来捐赠 我们国际福伦3521地区呢 马上就发动了宋爱到花莲的活动 那刚好也在4月13号 我们的这个地区年会上面呼吁 那摆了一个这个募款的一个摊位 当天我们就已经募到了120万 那接下来我们的目标 朝300万到500万的这个募款的目标来做 那而且这次的这个花莲的赠灾啊 我们国外的这个兄弟社姐妹社啊 他们都也一起响应 所以我们这次的活动得到很多的共鸣 我们希望把爱送到花莲 让花莲的同胞能够感受到我们佛人的这个关爱 那希望大家能够同舟共济 大家为花莲来加油 这次捐赠对象是透过花莲在地民意代表协助媒合 希望能够让善款用在真正有迫切需要的民众身上 我们是主要是从学校提供给我们的名单 还有里长还有社区大楼的主委提供给我们 真的在生活上很需要支持 很需要扶持的家庭 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帮助像化人国中 上腾中学 他们可能在设备上有财损的部分 那佛人社也给予支持 希望可以帮助学校学生赶快 尽快的恢复他们的教学 国际佛人商521地区 这次捐赠对象包括了花莲高商 花莲高农 华人国中还有上腾中学 以及天王兴统帅 华尔街富一清华的受灾户 国际佛人社表示 募款行动持续进行当中 未来会再把更多资源送到花莲 介络会花莲室报导